论坛里面 可以提出讨论 那我们上个礼拜 是讲到这边 最后是有讲到一个捐款名气 整合 在云南城市码里面也有 这个东西有兴趣的同学 也不妨可以试试看 主要就是说它有1到 12个月里面都有 捐款名气有的有 有几个月是 如果没有的话那当然你要做不同的处理 或者有 而且不止一笔的话 那你该怎么处理 那我是希望怎么样 按下一个按钮 它可以把12个月份的捐款名气 通通汇整到总表 那这个有点像是多个工作表的合并 在云南上有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把它试试看 那这个我想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把它当成一个补充题 不过我是在云南白榜里面 把它放在那个 其他补充范例这边 它是属于那个进阶啦 就是进阶的那个题目里面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在这边找找 那个就是叫做104年的捐款名气 那这一题的题目在这边 城市码在这边 基本上这个范例其实还蛮一般性的 如果说你将来会有这种需求 类似的状况的话 都可以用 那个我们这一题的那个VBA来帮你完成 那你会想说 之前也有同学会说 像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总表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希望全部会整 那会整的是1月一直到12月 每一个月份的都可能会有人捐款 那一个一个月份就是一个工作表 那如果快速的把它会整到这边来 当然如果你没有比较好的方法的话 你就可能要图法链钢 图法链钢变成这样 选着笔 然后Ctrl C 贴过去Ctrl V 对 那一个一个一个 好OK 那如果说快一点的方法的话 当然这边 我们在这边指定一个趣旗吧 那如果新 按一个新增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这边当然我也已经有把那个 城市码放这边吗 如果有兴趣同学 其实就 就直接怎么样呢 把这个头尾有没有 头尾 还有个清除 Ctrl C 直接放到那个我们的这个城市码里面 贴上去就可能 盖过去就可以 那就会有一个整合工作表 那我印象中好像做完之后 你直接跑 它应该就会有个效果出来了 我按下去 有没有 全部的 12个月份的通通出来了 我有再多做一个就是说清除了 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那就一行 就这一行 Clear Contents 把它按清除 那你可以额外独立一个按钮 按下去 全部整合在一起 OK 那这里面到底怎么做 不过这说来有点复杂 有兴趣的同学 不妨你可以自己乱乱看 大概就是会有这些动作 跑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呢 是指的是工作表回圈 那前面我们讲的比较多 都是在一个范围里面的那个列的回圈 有没有 几列嘛 但是同样的道理 你也可以用在那个工作表上面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所谓的工作簿上面 如果你有很多的那个 一色的档案 同样也一样可以把它汇整在一起 那不过呢 这个东西当然是有点难度的 可能说起来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先把这个逻辑先了解 然后呢 后面再来衔接 就会简单许多 OK 那不外乎那就解决一个问题 其实会跟不会 就效率就是有差别了 所以他这个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那我就说 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题目提供给其他同学当犯例 他是OK 那就把那个人的姓名 把它换一个 置换掉 其实就OK了 好 那这个其实也等同是 在Excel里面 当成资料库来使用 其实一般资料库的用法也类似 最后把它汇整在这边 OK 那这个换例详细的说明 我想之后我们有时间再来谈好了 那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到云端上面 我的程式码都放在上面 如果兴趣的同学 这个有些 应该都看得懂了 只是说有些细节 假如不清楚的话 也可以提出来问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那个 就是数学函数里面 那这个当然比较简单一些 这个数学函数里面 有关统计部分的 统计哪些呢 假设我今天希望知道 这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是数字 第二个问题是 有几个是有资料的 这个是数字 数字有些不是数字哦 像这个是文字嘛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说 这个范围里面呢 有几个是数字 也许第二个问题是 那有几个是有资料的 第三个问题是 有几个是没资料的 也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那你不是傻傻的 一个慢慢数了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比较快知道答案 当然哦 在那个内建的函数里面 其实就有了 在统计哦 所以这地方的话 你可以找到统计 统计里面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 从那个count count算 那你会发现 其实从count的开头 它这边就有一个 那个说明哦 计算范围中 包含数字 这边就哦 关键是这个哦 数字的 储存格数目 那也就是说 如果非数字的话呢 它就不会帮你算进去了 OK 所以像那个 待定呢 它也不会算 OK 然后 true false的话呢 它应该也不会算进去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用count 那如果说我想知道 这里面的范围 有哪一些是非空白储存格 非空白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count a 那往下有个叫 count brain 计算范围内 空白储存格的数目 那这个不就是什么 这个范围 所以呢 我们可以一个来做 那游标 我先放在这个格子 一八的储存格里面 第二个的话呢 给它一个范围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return一个结果给我们 那因为我们选取 是一个范围 其实就是一个阵列 你会发现这个大瓜糊 然后呢 给它之后 它帮我判断一下 return一个结果给我 并且把结果丢在这边 53个 那也就是这个范围 我今天想说好像63个吧 里面就有那个 53个是数字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知道 这个范围里面呢 有资料的有几个 那你可以用什么 count a count a 然后呢 我们给这个范围 然后一样 你会发现 它不管有没有资料 反正呢 它里面只要有资料的 它都会帮你算 所以里面有资料59个 那没有资料的话呢 那你可以用count blank 那一样 给一个范围 给这个范围 那它会跟你讲说 这个范围里面呢 有七个 帮你算 里面是blank 自动帮你算出来 OK 所以你可以发现 在count这以下 总共会有三个 一二三 OK 这个蛮重要的 那底下的话 还有count if 这个count if 也非常重要 使用的几率非常的高 为什么 因为你要统计 计算哦 后面加一个if 其实它就是两个函数 把它这个 组合起来的 也就是它计算的时候 会有个前提 有个调的if 如果什么条件 一样是范围 多一个参数 这个criteria 这个就是哪一个 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呢 那做什么事 所以你们切到那个count if里面 那一样这边有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呢 就是我要计算 那个销售金额 它大于五万的 有几个 那你参入函数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count if 那往下找这个 看blank在下面 反正就是四个 底下还有没有 count if s count if s的话 就是条件不止一个 你有两个以上条件 你可以用count if s 你会发现有没有 criteria range criteria OK 就是它有个条件的范围 还有个条件 OK 我这边可能要找一下 有没有类似范例可以用 count if 按确定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 你要判断的范围 也就是说 我们要 这个应该是 要计算的 count if 要计算的范围 那基本上 我看是这个范围 其实给它就可以了 count if 条件的话呢 这个范围里面 那要怎么样呢 要大于5万 所以你给它一个条件 大于5万 那因为呢 它这个条件 criteria 你把它移开之后 它会是一个字串 也就是它传递这个字串 给这个count if 帮你去做 计算 那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找找看 有没有 大于5万的 那大于5万的话 它不是帮你加装起来 前面我们用过一个叫 some if some if 跟count if 最大的不一样是 some if 是找到了 不是算几个 而是算 全部加总 起来 是多少 那count if 是找到之后呢 算一算看 这个range里面呢 有几个 所以回来是几个 一个是 加总之后的结果 所以两个 当然用到的GF 都蛮大的 只是说你要看你要做什么样的计算 最后有三个按确定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就是讲一下有关count的相关函数 count的相关函数 这个就是计算比数 其实在枢纽分析表 其实枢纽分析里面有统计比数的部分 那在资料库的概念里面也有 其实这个我想在一般的统计上面用到的机会也都非常的大 那所以 这个题目延伸 请各位也想想看 在我们的范例题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做 乐透彩中奖几率统计 这个地方呢 就会用到 刚刚讲的那些函数 包含就是 也许你用count count a count blank应该用不到 count if一定会用到 这个题目是怎么一个 你可以想想看 101年的 就是乐透彩的开奖 纪律 纪律就是 有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应该 各位应该都知道规则吧 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那101年呢 它总共 开出来几期呢 感触向下 总共100列 扣掉标题 有99期 也就是说呢 这99期里面 一期有7个号码 那你告诉我 100年1号出现的几率是多少 1号哦 OK 几率哦 我要算几率 当然你在算几率之前 你可能要先算一下 它出现几次 然后呢 再去算 它的 再除以 全部出现 全部号码 开出几号 那几率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101年算出来之后 102年的方法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你会101年 102年也会了 所以呢 我希望你帮我统计 101年跟102年的几率之后 再把它加起来 谁的几率最高 那里面的话呢 总共会有42个号码 那请你告诉我 怎么做 所以这边的话 基本上 当然也是跨了工作表 不过这边还不需要用太复杂的VBA 其实用刚刚讲的那个 Count跟CountIf 其实就办得到 而且比想象中还要简单许多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最后当然你给我一个排名 那当然如果你要做出复杂的VBA 可不可以啦 按下去 因为最后好像有同学排名完之后 他刚好又延伸问了一个问题说 老师那等一下楼下就可以买乐透彩了 你可不可以干脆 所以马上显示前七个号码告诉我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也许多一个栏位叫前七个号码 那我只要按一个按钮 自动把前七个号码汇整在这边 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了 你刚才可以网路上去捞 所有的那个 那个开奖的号码 因为这个是开放资料 都找得到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从这一题 Count有三个 一二三 然后再Count if 然后再切到这边来 就是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统计 当然你如果用那个Count来做 其实很多东西就变得蛮简单的 很快就可以有一个你需要的结果出来 那统计 那统计